这部分我觉得最困难的就是公家案的部分 但是老师您就是有办法同时就是兼顾公家案跟私人案 其实这点蛮厉害的耶 你自己是怎么样去manage这一切的事情 其实我面对的都是人 所以人性不外乎升官发财 那你现在就是说如果一个公部门的人 他其实他的初衷是想照顾民众 那照顾民众也罢升官发财也罢 然后让自己的政策 其实官员在制定政策的时候必须面面俱到 我们必须体验到人家的心情 而且再加上我们国家的审计制度 还有民主非常的猖獗 所以我们在这个时候 我们要其实要多帮帮对方设想一点 哈喽 欢迎再次收听建筑家Podcast 我是波翔 本周节目是与台湾建筑报的杂志社共同制播 当你看到杂志专题的幕后 邀请当级编辑 客搜编辑或是当事人 来让你听见建筑圈不可不知的事情 10月初开的第313期杂志 以萧丽人的建筑存在主义 以及老屋创生为题 第一个主题 老屋创生整理了近年台湾几个指标性的 老建筑信息案例 包含三星世纪青花瓷的工作室 丰东剧场 国家摄影中心 AKA台北上传诸事会社 精彩的撰文跟图面 可以好好的一窥老建筑修复的难题 以及应对方式 而第二个主题呢 是萧丽人的建筑存在主义 是萧丽人建筑师事务所的小专题 分享了萧建筑师经营事务所的理念 以及纪念完工的公家和私人专案 例如像是台北市的内湖瑞光社会住宅 北投其延长青乐活大楼 延平高及中学的综合大楼等等 其中呢 还有邀请林中民建筑师的邀稿 讨论了今年台湾社会住宅的设计课题 以及推动状况 我觉得非常的有趣 那这一节目呢 邀请到我们的萧丽人建筑师 来到了我们的录音间 萧建筑师你好 柏霞你好 是那萧建筑师呢 他来自屏东客家庄的加东萧宅 身受传统建筑聚落跟历史地景的熏陶 那旅美的时间呢 就读了威斯康新大学建筑研究所 那毕业后 是莱特·巴利耶森事务所实习 伊斯塔利耶森 这个名字比较不熟悉 因为可能写中文的时候 就更不熟悉了一点点 那在91年的时候创立了 和和设计顾问及萧丽人建筑师事务所 横跨公司领域的台湾建筑师 那其实这一节蛮特别的 因为那时候我收到台建的这一集的杂志的时候 就是有点吓一大跳 因为这一集的来宾竟然是我自己的闭舍老师 好怀念 对啊 就是一转眼耶 就想通话真的是四五年前的时候 对 其实萧丽人建筑师 他除了是我闭舍老师之外 也算是我人生中的贵人 不敢当 对 因为在我录音前开始的时候 其实我就跟他稍微小聊了一下 就聊到说 那时候我刚出入职场的第一年 其实在工作上就有一件碰壁的状况 然后就有萌生的想要离开建筑界的念头 对 那时候其实也面世面到了一个 算是美术馆的策展的工作 对 那时候就很煎熬 想说 哇 那这样一出去之后 可能就真的就回不来了 不会啦 建筑永远欢迎你 因为都需要新鲜的干这样 对啊 所以那时候就用脸书私讯的小建筑师 跟他聊 所以那到底该怎么做就觉得 那小建筑师就建议说 就是读了那么多年的建筑 那要不再试看看一下 就算失败了也是甘愿啊 对啊 对啊 就至少说有再更投入一些些 再经历过一些 然后就确实自己是做这样的选择 所以在这一行业开始做到第四年了 其实也收获也蛮多的 我觉得可能就是 怎么讲 就是自己还 那时候真的还很年轻 所以就是觉得很多事想是 然后就是建筑 可能在很多事情上 其实推动的速度是比较慢的 对 所以就会觉得说 看到好像很多不同科系的朋友 好像就突然间一毕业 就马上就大成大就这样子 然后就这样 我还说 我还是一个事务所的小小的制图员 怎么这样 所以那个跟对人很重要 对啊 所以我也蛮好奇就是小建筑师 就是你自己在整个建筑的专业领域的培养上 是怎么样培养自己的呢 其实我觉得我以我们这个世代的人 大概不会想那么多 我们不太会去怀疑一些事情 其实我那时候就是一个直觉 你觉得那个老师值得跟有东西可以学 那我们大概就跟着走了 OK 比如说在美国的时候 跟一个SOM的建筑师 很明显的他在身上就是有一种魅力 你就会跟着他两年以上这样子 所以在学校里面吗 在学校就跟着那个老师 我们学校老师都SOM来的 OK 然后再来那个East Talieson Friend or Ride的那个工作室 也是在我们那一周嘛 那也是因缘继合 就到他们那边去打工 然后在那边体会一下 美国中西部建筑的那些文化传统 我觉得这些都是 都会成为日后的养分 不管你在那边投入多久 只要你用心就一定会 在你的心里撒下种子 总有一天会开花的 是 Friend or Ride 我非常非常喜欢它的建筑 我在去美国之前 完全不知道这号人物 可见建筑史学很差 一切都是巧合 对 但是就不得不说 美国人对于Friend or Ride的评价 真的是远远的超过 台湾人对于他的评价 对啊 因为他对美国来讲 就是大部分的建筑大师 都是欧陆的 那他其实他要找一个 属于美国文化 真正孕育出来的一个 本土的一个伟大的建筑师 除了路易斯康 或者是莱特以外 他们其实都站在 现代主义的一个肩膀上 继续往前跨了好几大步 这样子 所以其实美国到现在 基本上还是用州政府的经费 跟那个案子来 让Friend or Ride的事务所的地址 跟债传地址 继续用Friend or Ride 生前的方式来继续营运 那个事务所 我觉得那个古迹 不是建筑物的老房子而已 而是那个事务所的营运方式 甚至我们在那边每天下午要从道杆去分析里面造型的精神 到最后生产出一些窗帘的花样等等 那就是我们每天的工作内容 哦 好有趣哦 所以就变成说你就是要一直看着那个道杆 然后就是一直画草图 一直画草图 对 那个时候就是这样 对 而且莱特到晚年 他其实非常喜欢东方文化 所以我在那边非常受欢迎 因为我有些禅修的经验 有一些东方传统建筑的经验 再加上我自己又是从那个传统建筑出来的 所以其实他们迫切地想要了解 东方建筑跟西方建筑的差异 精神 还有他们的内涵 是否可以从东方建筑的一个执行运作的方式里面 找到自己的出路 是 很惊讶 老师那时候你应该还是很年轻吧 可是那时候就已经有禅修的经验了 哦 那个其实很多事情很难说啦 我觉得这跟家庭经验也有关系 是 我来自一个大家庭啦 那我父亲很早就过世了 然后我祖母 那时候我们住在一起就是 接连的那个圣离死别 就让我会回过头去怀疑很多事情 也加速了我去这方面的一个 寻找人生的真理跟答案这样子 了解 所以也算是就是因为家庭的关系 然后就是自己就变得比较早熟 对 其实人我觉得中期一生 现在已经年过半百了 其实你就会发现你一直在寻找你自己 对啊 你只是越来越认识自己 过去不认识的自己这样子 那其实我们刚刚就有提到说 小建筑师 他来自的是屏东客家庄的家东小宅 那如果大家有去Google一下的话 可以发现说他其实是一个名胜古迹 对 这很惊人是在屏东市的市区里面 然后就是有一个这样保存很完整的 那种三合院的新市 所以那当时候是如何变成古迹的 古迹 它其实是有很多历史意义 那它其实就是因为已经将近两百年了 那我们家来台我是第七代 那其实这中间的过程 包括开山府番 包括最近的那个罗媚号事件 那时候牡丹社事件 然后那时候我的祖先曾经去帮忙日本人 回到自己的国家 然后被受勋 然后后来日本人来了 我们又帮现在的家东战备跑道 事实上是我们家建的 然后家东神社 然后家东农会 那其实都是我们家那时候去帮忙日本人 去做那些事情 所以其实那个空间背后 其实有非常多的近代史的力量 那些力量跟空间其实是相辅相成的 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内聚的 一个客家庄的一个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跟文化 历经不同年代的一个转化 不同的产业的转移 原本的空间 它有什么样的一个转换 这个里面可以让我们学习到 非常多台湾的居住文化 有哪些东西还留着 有哪些东西已经慢慢被西方的 现代主义所影响 那我们在里面如何找到一个好的平衡点 而我们最近的像瑞光社宅 或者是现在我们帮很多建商盖的房子 似乎可以找到 现在可以跟过去的台湾 找到一个很有趣的时光隧道 让我们更认识我们自己 找到我们自己 OK 那其实我觉得对于很多听众而言的话 可能会有点好奇 就是说 因为刚刚你有提到说你们是客家庄 那跟我们平常看到的那种传统的 台湾的那种闽南式的三合院 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我想客家庄有 客家人跟一般闽南的族群 有一些些不同 其实大同小异 那我大概讲几个不同 就是说客家人因为他防御性很强 他其实是在原住民平补人 跟那个闽南族群的中间 有些三不管地带的一些 就是环境条件比较差的地方 所以他基本上他的一个聚落 他要非常的 内聚性要非常的高 保护性要非常的强 因为他只有建立一个有层次的 有保护性的 向心性的聚落 才可以确保自己跟原住民族 或者是跟闽南民族之间的一个族群的安全 他要怎么样在空间里面去诠释不同的族群 在同一个地域里面 如何能和平相处 这个是客家庄的一个一大特色 那第二个特色的话 是客家人很 基本上他是很重视 祖先的教训 非常的孝顺 所以其实所谓的天父地母 所以客家人的房子事实上 他背后的轴线已经是对着山 像我们家背后就是大午山 前面是台湾海峡 然后往前一直过去 就是我们的广东城的原乡 梅县 所以经由天地的轴线 经由那个 还有跟河流的关系 山川的关系等等 从这边去建立起 所谓天地军心室的客家人 对传统文化的信仰等等 那我觉得有比较清楚的那种 不管是家庭的伦理 阶级的关系 人跟自然的关系 还有我们对风水的原则的 坚持跟执着 还有人与人之间那种 比较弹性的 比较符合东方的 运作哲学的一个精神 这个部分是比我接触到的 闽南传统建筑的文化 还要再更严谨一点 OK 那其实可以听得出来 就是小建筑是受到整个家族的印象 其实非常非常的深远 因为这可能 不管是古迹也好 或是整个家族的历史脉络 然后整个就是跟家族之间 互动的关系 其实都在在的 就影响到你整个人格养成的部分 那其实这部分也对于 你的建筑设计的探索也有很多的影响 是不是 对 因为其实我们你说 这是制约也罢 这是影响也罢 其实我觉得 我们人在大家庭里面 其实你追寻的 不外是一个和谐的关系 当你的和谐的关系出来以后 你盖房子在台北市的都市里面 你会跟周遭的环境 去找到一个更恰当的一个和谐关系 然后再加上在美国 现代主义学到的所谓party 所谓的构造的精神等等 其实追寻的不外乎 就是背后的那个和谐的精神 所以我觉得 这个和谐关系不止在美学 其实也在于 劳资关系 也在于我们跟资本家 盖房子人的关系 或者是官员的关系等等 我觉得追寻一种和谐的关系 比如说像当初 我们家祖先 跟日本人之间的关系 跟原住民族之间的关系等等 我觉得我们希望 在天地跟人之间 找到一个非常好的平衡感 我觉得这个也是客家人 跟很多不一样族群的人 一个特色吧 因为他不断的迁移 在迁移的过程中 不断的找到自己 这是很有趣的事情 对 这是非常困难 因为自己本身 在事务所工作过三四年了 就是可以麻烦的理解到说 其实一个事务所营运起来 其实真的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 因为就是要面对的 面向真的非常多 就包含业主 包含说你全部的顾问 然后顾问可能有好几个 对 可能突然间 业主也找个风水师 然后虽然你又 通了一个需要顾及 所以你要怎么样 让其实这么多的参与者 变得一个很和谐 这算是就是经营事务所 一个很大的功课 所以这个可能也就是 那个客家人的强项吧 我们其实有非常强烈的自我主张 可是这个自我主张 必须建立在一个 天地人和谐的一个基础之下 然后一步一步往前走 其实每个人都有 每个人的立足点 观点 立场 那我觉得其实这个东西 彼此之间 是有一个共同的目标 要往前走 而建筑师如果往往可以扮演 这个往前走的一个角色的时候 其实我觉得那个是 我觉得做这个行业 这几年来 让我觉得最开心的地方吧 就是帮助每个人去发现自己 发现自己前面该走的道路 然后遇到矛盾或冲突的时候 怎么样去找到一个彼此 可以一起再往前走的一条道路 这样子 是 这部分我觉得最困难的就是 公家案的部分 但是老师 你就是有办法同时 就是兼顾公家案跟私人案 其实这点蛮厉害的 你自己是怎么样去 manage这一切事情 其实我们面对的都是人 所以人性不外乎升官发财 那你现在就是说 如果一个公部门的人 他其实他的初衷是想造福民众 那造福民众也罢 升官发财也罢 然后让自己的政策 其实官员在制定政策的时候 必须面面俱到 我们必须体验到人家的心情 而且再加上我们国家的审计制度 还有民主非常的猖獗 所以我们在这个时候 我们要 其实要多帮帮对方设想一点 那在这样子的过程中 很多事情就可以 比较容易找到答案 为什么事情会这样子做 那我觉得 唯有大家帮彼此设想了之后 我们的设计的一些主张 我们对空间的主张 真正想为民众谋福利的这些主张 才不会给人家添麻烦 因为人家有安全下装 我觉得公家大概是这样 因为毕竟台湾的政治氛围上 就是每四年 每四年就是一次轮替 所以他们其实也很担心 说这是这个案子 因为建筑案 通常不会四年就完成 对 因为台湾的人太有活力了 所以我觉得 有时候是互相帮忙 有时候是互相斗争 那有时候在斗争的过程中 找到机会 找到进步的原动力 那这个过程之中 其实我们在中间 我们要很机灵 知道说现在风往哪边吹 所以都要往哪边跑 是 因为曾经有一次跟一个建筑师 在深谈的时候 其实也有聊到 因为他也有在做一些公家 他们也有说到说 就是你要顺水推舟 就是你想做这样的事情 借力实力 对对对 借力实力 你一定要学会借力实力 隔山打牛 要不然你很难 很难在这个行业里面 全身而推 你也想到听众他其实都是 可能是建筑 就是新鲜人 或者是正要踏入建筑 他一个人 所以这部分 可以再请建筑师 多分享一下 其实任何的专业背后 就是做人处事 那我觉得没有一个 做人处事 失败的人 在专业上成功 我可以这样说 所以我觉得 如果要跟我们的后劲 来分享这个事情 我觉得就是多观察 多倾听 不要排斥任何可能性 期许自己 可以做到更好的 更多元的部分 对因为其实我自己觉得 就是我们很多年轻人 在面对建筑这个产业的时候 其实就会觉得说 可能就是听到很 因为现在网路很发达 就是动听听 吸听听 就觉得说 好像公交案就是这样子 或是私人案就是这样子 所以就会可能会有很多 先入为主的观念 会有很多顾忌吧 就会觉得说 好像比较放不开来一点点 对然后就会觉得说 好像会很排斥 可能会做某种类型的案子 或者是说 啊我要去做这种事情 我可能不是很想要之类的 所以我说跟对人很重要 所以我觉得我很庆幸 就是我在台湾的第一份工作 是在大员嘛 我觉得那是一个非常好的 那个自我挑战的一个地方啦 那我就跟对第一个师傅很重要 就是他会让你知道一些心法 而不只是表面上操作的那个过程 当你把那个逻辑弄清楚以后 其实不管是公交案是人案 其实你都可以慢慢学会去倾听 然后去观察 然后找到一个彼此之间的一个平衡点 是 那其实我们刚刚聊了很多公交案的部分 那私人案的这部分的话 就是如何去接触跟开发的呢 私人案也是 我觉得私人案其实有非常强烈的 那家公司的状态 像有的公司就老板的个人英雄主义非常的强烈 那有的公司就是会非常的尊重建筑师 这个我觉得都有 都有这样子 所以我觉得你大概要先了解你自己的个性 选择你适合的建设公司 不见得所有的公司都适合你 这样子那我觉得物以类聚啦 你一定会找到欣赏你的人 这样 比如说我是第一代的事务所 我们是从零开始嘛 我们的业主大部分都是第一代创业的啦 OK 对啊 反而我们第二代好像比较少 我觉得大家会在这一点上会彼此欣赏 OK 对 就是因为你放了一个事务所 对 然后对方也是自己发掘出了一个建设公司 就是他在你身上看到了成功的特质吧 OK 对 我觉得这个DNA是很重要的这样子 物以类聚 真的不用太担心 我觉得慢慢 你只要有耕耘 人家就是会对你 你会散发出某种气息跟感觉 让愿意相信的人 把这么大的投资案交给你 我觉得你一定会遇到你自己的指引 只不过你要先走出第一步 第二步第三步 你不能在旁边一直观望 是 其实就是跟我自己做这个podcast一样 就是你要先投入下去 就是你有可能会先付出很多的钱 或者说你付出很多的时间 大部分的困难都是自己的 自己给自己莫须有的心理压力 对对对 其实你只要开始做就几乎都 都其实95%上你都自己都做得到 你就会觉得就是很害怕 就想说如果这样子投下去的时候 之后没有什么收获的话怎么办 对 那甚至你没投下去的话你怎么知道 是 对 那不管你只要投下去了以后 那个回报会从四面八方 不知道从什么地方跑回来 对这也是我最近很有很 很强烈的感触 就是自己摸摸的这样子 怕可以做一年之后 然后突然间就 对 好像开始慢慢被人看见 对对对 其实这就同理到说 经营一个事务所吧 就是说 就是你一开始的时候 其实真的要去找案子啊 或者别人不认识你嘛 你去公家案的评选上 大家第一个问题就问说 你是谁 对啊 对因为毕竟你那时候可能事务所刚起步 或者是说 就是你还没有太多的经验 其实大家就一定会 对于你的专业能力会有一些质疑 对 所以那确实就会是一个 一个培养的过程 对 其实大部分公家机关 或者是私人案 其实有蛮大一部分比例 是希望找一个 好配合听话的人吧 那我觉得这个对一个beginner来说 很好啊 你就是进去 我觉得刚开始 你就是学好好的 怎样把一件事情好好的做完 我觉得然后慢慢慢慢 你会发现自己的特质 你会发现自己的强项 那你会吸引到跟你磁场类似的人 一定会的 是 那建筑师您是怎么 就是发现说 自己到底是比较 可能适合哪一种案子的类型呢 案子在挑人 人也在挑案子 大家彼此 就好像人在找自己的伴侣 对不对 有时候就明明就不是啊 强求也没有用 因为这就像是 您的事务所 其实案子类型就很多元 所以除了我们刚刚提到的 公家案四案案之外 像是公家案又有 像社宅 那是住宅啊 甚至像是消防局都有做过 对 就是怎么会 就是这么多元的话 其实对于 可能事务所同仁的工作案盘上 其实也不是那么容易 对 我觉得也因为 可能我自己的个性的特质吧 我觉得不太 像有的事务所就很明显的 那个人的特质 对不对 我们事务所是 比较有趣的事情 是各种专长的人都有 而且也蛮多的 那第一方面也因为 各种人都有 所以我觉得我们的触角 也会伸得比较广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选择 这样子 那可能 如果换句话来讲 就是说我们可能 设计不像某某事务所 那么用力 或者是什么什么 不像住宅做的 没有什么什么 那么花俏之类的 我觉得有啦 这个是有 可是我觉得慢慢慢慢 你还是会抓到 你自己的一个 对我们来讲 所谓比较平衡性的 一个事务所的发展过程 OK 所以其实也是慢慢的 跟团队伙伴 也是有这种默契 默契 对 然后就是 所以在决定说 要做什么案子的时候 你会跟你的公司同仁 一起讨论吗 还是说 你就会自己决定说 我们就来试看看这个案子 我觉得做久了 大家都很有共识 这个业主能跟不能跟 这个案子能跟不能跟 这个伙伴是好人还是坏人 我觉得 你的决定会越来越快 OK 对对对 那 以前也是有那种 礼拜六礼拜天 也都要工作的日子 现在不用了啦 现在其实大家都 你已经在轨道以后 事实上 就是大家就是 互相合作 互相配合 互相支持 其实变成是说 就是跟同事之间 这种工作的协调性 其实就还蛮重要的 就是彼此都知道 自己可以cover什么部分 然后发挥自己的专场 其实就会让整个案子 推动的比较顺利 其实这也是人性 我觉得很有趣的事情是 就好像事务所 就像一个家庭一样 其实每一个角色 每一个角落 都会有一个人 去扮演扛起来的角色 这个 那我就不要 就是我觉得在里面 沟通协调 不要太强势 就是 有时候要强势 有时候要退 有时候要强势 就是要慢慢 你要慢慢去找到 那个平衡感 那很难 因为像是您的事务所 其实就还蛮多人的 所以你要去慢慢的 挖掘每一个不同人的特质 然后把它放到一个 适合的位置上 对对对 要学会欣赏每一个人 其实是大家都不想 跟那个人工作 你还是 到最后在我们事务所 大部分跟我工作的 就是大家最不想工作的 我会学着去 去那个欣赏每一个人的 优点 你的同仁听到这一集 我们都不喜欢吗 没有没有 另外就是表示在事务所 角色很重要 对 我自己觉得 慢慢的工作上 其实陆陆续续 会了解到说 其实每个人 真的擅长的事情 真的不太一样 对 不要强求 对 就是如果你要一直 push他说 一个很内向的人 然后你一直push他说 你要出去做 presentation之类的 他自己压力就会很大 对 对 因为有的人是左脑型的 有的人是右脑型的 有的人是综合型的 真的是不要逼迫 右脑的人 去搞左脑的东西 不过有时候 人就是想不开 他进来 他觉得他什么都要学 我觉得 像那种就比较伤脑筋 我觉得就是 大家还是要去承认 就是说 我们自己 我觉得慢慢慢慢 你会在事务所做越久 你慢慢会发现说 你应该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对你来讲会比较好 但我觉得 这是对于很多新鲜人来说 其实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 但这个我们可以晚一点再聊 那是首先的话 还是想要多聊一点 就是老师 你有做的case 那第一个的话 其实就是你有参加过了 就是很多的社会住宅的设计 那其实就是你还有在做一些 私人的这种住宅的案子 其实就会很好奇 就是说这两者之间 有什么样不一样的地方 那个社宅 第一个它的地面层 B1 1楼 2楼 通常会有很多社福设施 对 或者是智慧商店 或者是托老托幼等等 那它其实服务的 社宅的服务对象 不只是社宅本身 有时候包括附近的邻里 通常在社宅开发的过程之中 可能里长 或周围的里民等等 其实他们都会进来参与意见 是 那通常我觉得 社宅的话 因为社宅是指租不受 每个人在社宅里面 他是有三年的时间 他其实也是过客 所以他基本上 他跟私人住宅来讲的话 他有比较强的公共性 因为他其实每个人在这边 都就是一段时间 对 这样子 那第二个特性就是说 他其实空间 从公共到私密 他有各种不同的层次 从非常公共到部分公共 到私密到非常私密等等 然后有比较多的 像屋顶花园 智慧建筑等等 像这些的话 就是在林州民局长任内 事实上他是希望 把台湾的社宅提升到一个高度 那我觉得社宅会给台湾的居住 或者是台湾的社会结构 甚至是台湾的邻里的空间组织 其实带来蛮大的一个革命 这样子 这是所谓社宅的部分 那私人住宅的话 基本上他就有比较强烈的 一个市场性 那当然如果以消费者为主的话 未来台湾其实也是老年化 是 老年化 然后就是那个 单亲家庭越来越多 然后未来独居的人 那人在空间的迁移的 可能性也越来越多 其实默默不知不觉中 台湾的住宅 也慢慢的往社宅的方向移动 真的吗 所以我觉得这是有趣的事情 是 怎么说 因为比如说像现在住宅的话 要求的公社就越来越丰富 是 即使他没有办法对邻里服务 对外营业 其实他也提供越来越多的 所谓的邻里间的共享空间 这个是有的 然后可是他照顾到的比较多是 所谓的价值 怎么样去塑造 它的价值的提升 怎么样有好的通风采光 等等 那智慧建筑 我觉得这个也是现在的 因为这个是随着时代的演进 也慢慢越来越多有智慧建筑的一个内涵 然后用手机的APP 事实上可以做很多帮家里去管理的事情 这样子 那我觉得比较不一样的事情是 一个是比较公共 比较临时性 一个是比较永久 比较符合市民本身的一个需求 不过我觉得 慢慢慢慢随着社会的进展 不知不觉 两者慢慢在往相同的路上走 是 因为像之前就有跟小妈妈 基金会他们聊过 他们自己又对台湾的社会住宅 其实有提出一些意见 他觉得 因为像是台湾的社会住宅 其实是蛮特别的 就是因为他必须 可能因为大家对于社会住宅的 第一印象 可能都是比较负面的 所以他们都会期待是说 他可以提供很多的 一些黎民使用的设施 去让黎民去 比较接受 说这个东西可以存在这个地方 对 所以他变成说 他这个空间机能变得很复杂 就他可能同时又会有超市 然后同时又会有很多 社会福利的设施 甚至说可能连一些警察局 等等的空间 全部塞进去了 然后上面才是住宅的空间 所以这变成是说 建筑师在这个案子的规划上的时候 其实复杂性就相对 提高很多 就跟光是做一个私人案子的时候 你光是要跟很多很多的处司 去协调每个部分 然后就是他们所需要的空间 可以放到这个案子里面来 其实光是这样 协调上就会是一个很大的功夫 是 因为像是 就是林中明建筑师 他那一篇文章里面就有提到说 就是有个博爱特区的那个 广池 广池那边 就广池那边就有二三十个 三十五个局处 对啊 很惊人耶 就是一个事务所 就是光是可能你专案经理 要跟同时跟三十五个局处 去做沟通协调的话 其实就是一个很大的工程 还好 就是说我们有做过啦 我觉得我们可以沟通的那么顺利 在广池那个案子三十五个局处 在两个院内完成意见的调查 跟做好一个设计的整合 到最后大家都觉得还OK 可以继续往前走 我觉得背后第一个是 我觉得读法局支持我们的力量 这个是有的 是 因为我觉得在前期规划里面 事实上 那时候读法局已经抓到了一个 很 蛮具体跟明确的一个方向 那我们接着做就会蛮快的 那第二个就是说我们事务所平常 就有在训练的那种傾听的事情 那我们有比较特别的做法是 我们通常会把在图面 在跟这个局处沟通的时候 我们是习惯带A1的大图去现场画 OK 去现场画 然后画出就是大家内心想要的样子 因为比例比较大 它比较有感觉 或者用3D 用大图去跟每一个局处做沟通 这样子 通常不到两次 最多三次四次 大概一个架构应该是还好啦 那不过因为广池 我觉得它35个局处里面 有很多局处的空间 它日后还要再委任未来的 营运管理官队跟室内设计单位 所以我觉得我们基本上 有一半以上是提供一个架构 那有部分的话是要做到室内设计 我觉得这个是有的 那我觉得在这么大型的案子里面 我觉得建筑师要扮演的是一个 呈现其后的一个角色 那毕竟一个这么重要的案子 事实上是要集中很多人的智慧 是 因为自己像在做公家案的时候 其实就慢慢陆续去发现说 其实有一些承办人员或窗口 他们其实本身是看不懂平面图的 这也会默默增加一些事务所 这些沟通上的一些成本 对 可是就 如果你可以用3D 比较会有感觉 然后你在画图的时候 不管是剖面图平面图 家具一定要画上去 然后我觉得人对那个东西是有感觉的 尽量让大家去理解 然后每个人内心都有一个最介意的点 你要把那个点一定要把它问出来 然后在图面上问他这样对不对 OK 我觉得刚刚进入室您提到方法还蛮好的 就是印个A1的大图去 因为现在很多开会都可能变成是线上 或者是都是用PowerPoint去PO 其实跟在学校里面很像嘛 就是你的图面就是萤幕就过去就过去 其实大家没有什么印象 对 所以我会那时候我也请杜发局帮忙嘛 就是我们每一场沟通 就是人数不要超过七八个人 这样子才有可能在一个桌子上 大家互相了解彼此的立场 在图面上达成决议 我觉得这蛮好的 就是因为那张图也算是变成说 是会议纪录一部分 对 然后就是那时候就是这样讲的啊 所以我们就是这样配给你 这样子也同意了 对 不会像是说就是我需要一个这样子的空间这么大 就很像在学校的小studio吧 你就把业主当作是你的那个studio的一部分 这样子 我觉得这个方法还蛮好的 对 那在林中平庄主事丹文章中 也有提到说 他们在近几年在推动社会住宅的时候 其实就是有 不然说分了很多个阶段嘛 就他们自己在都发局的时候 其实就做过了一次的设计 然后之后进了 就是基本设计跟细设的时候再做一次 对 细设的发包的时候再做一次 就是经过三次的设计 然后其实有办法让每个案子的整个设计表现上 是越来越完善的 这其实在跟很多在台湾的公家案在推动的时候 遇到的状况稍微不太一样 对 其实公家单位很害怕的一件事 就是变更设计 其实它不管是追加账或什么 都很有可能被阵风或主计检讨 可是我们在做民间建筑 我们知道 其实追加钱是一个很平常的事情 因为做客变 你房子卖出去 两间要打成三间 然后里面三个房间要改成两个房间 这种人性的需求 你怎么能可以用一个 一开始订的计划去套住 这个大的框框 去套出你的所有的可能性 对所以我觉得都发局就是在推动公仔的时候 其实就是尊重了这样的一个事实 从一开始的规划到未来交给使用单位 就是保存了它这个空间里面一个很大的弹性在里面 那我们也被允许去做这样子的一个变更跟追加减 我觉得这样的这一点蛮好的 因为就是可以发现说台湾有一些公家案 他们其实在前期规划的时候其实是比较rough的 就是你拿到的时候你就会觉得说这个一定就是不能用这样子 对就是通常很多台湾公家机关就是这样 很多净土 净到了那个单位 有很多人跟你讲 你净到土你就不能改 对啊 对我觉得其实你拿到设计合约 你不是才要开始做设计吗 这个我们是出社会觉得最不可思议的一件事情 为什么 因为你改了大家就会觉得说 那个可能第二名第三名会来抗议等等 因为我觉得其实所有的事情到最后就是那个单位 有没有肩膀去扛这件事啦 说穿了就是这样 那也不能怪台湾的的业主这样 因为台湾的民主真的是有时候真的是过头了 对啊 因为就是很大家现在都很赶在发声 就是不管是就是各个社交平台上面 或者是私底下之类的 所以他们其实对于承办来说 他们其实压力也很大 他们也更怕被检讨 然后还要写报告书 就平常案子就很多就忙不完了 然后还要下班之后还要写那种 回过报告书之类的 对所以帮对方设想真的很重要 其实这一集就其实一直环绕 就是建筑师在一开头的倡导的观念 就是和谐 然后就是要多替对方想一点点 对 我觉得这也是在做整个建筑产业里面 算是很大的一个功课吧 对因为其实还要合作人很多 要如何去很和谐的把一个案子推到结束 其实这就是一个很大的考验 是一个很大的人性的修炼 对啊 因为一个案子可能随便便推都四五年 甚至七八年起跳的 对 第一天都还好 八九年花了 然后很开心 然后到第七年第八年的时候 都不知道打成什么样子了 就是案子结束以后 希望大家还是好朋友啦 嗯 就是不要因为一个案子 到最后大家就变仇人 对啊 这很重要 对因为毕竟整个建筑圈子还蛮小的 就是今天遇到你 可能下个案子没有他们 可是下下个案子呢 或是未来的哪个案子呢 会不会又遇到了 对 对啊 其实这还蛮不容易的 对 所以就是胜选嘛 不管是案子或者是业主 我觉得真的不要勉强 不要勉强任何人 嗯 比较好 是 那其实我们刚刚就聊到社宅 我自己觉得就是老师您完成 这个瑞光的社会住宅案子 还蛮特别的 那其实在本期的台湾建筑杂志里面 其实有非常详细的去说整个脉络 然后还有就是它的图面 也非常仔细的就是整个print out出来了 那其实我有点好奇是说 就是在文中有提到是说 你们是以统胞的方式去做进行 对 那就是我有点好奇说 当时候你们跟工程团队是一起投标的嘛 那彼此是怎么样去协调 让整个案子推动可以更加速这样子 我想其实我们必须承认一件事啦 任何做生意的都是讲本求理 嗯 那规划里面有没有空间 同时确保品质又可以降低成本 其实是有空间的 那如果你有足够的经验 事实上你很快就可以发现这些内容 那我记得我们在拿到同胞需求书的时候 那有一个初期的那个都发局做的规划 那因为我们可能比较多市人住宅的经验吧 我们就很快的用一些比较有效率的方式 让地下室有更多的停车数 而用大概85%的面积就完成了 那如果你可以用85%的面积就完成了 你是不是可以帮营造商省很多钱 那他省很多钱的以后 你是不是可以在地面积很多公共设施 在材料品质上去做提升 我觉得这个是所有的统胞案里面最成功的基础 那一方面就是厂商有安全感以后 其实他会更愿意跟你去做各方面的配合吧 对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彼此设想的第一步啦 那营造厂像建国工程 他也非常的想要借由这个案子去拿到金子奖 然后我们的确也拿到了 而且是拿到设宅的全国最高分 我觉得这个对建国来讲 对我们来讲 我觉得都是一个收获吧 就是案子过去以后 大家关系都还是很好 那这个前提就是我们要知道对方要什么 然后当然我觉得把设计做好 是大家内心都要的 可是营造厂他本身 他有他的经营管理上的核心理念 所以这个东西我觉得大家要帮彼此 大家帮彼此来做个思考 是因为我想说可能有些听众 可能不是很清楚 就是整个统胞的概念上 是怎么样的去做运作 那能不能跟我们大概解释一下 所谓统胞是指那个 合约里面所谓的第一成员是指营造厂 第二成员是建筑师 那统胞的话 有别于一般的工程设计标 有别于设计标 设计标是先设计完了 再发营造标 那这样子的有什么优点是 一般设计标的话 是建筑师在设计上比较多空间 可是建筑师在画图的时候 有时候对于营运管理不是那么熟的情况之下 比如说我们对厨房不了解 那未来使用单位进来的时候完全不能用 那会不会有变更设计 这个就是设计标被人家最诟病的地方 所以有很多设计标到最后 会有很多发包出去的一个现象 这个是有的 那这个就是风险这样子 那不是每一个设计案都这样 那设计案当然有设计案的优点 那同胞的好处是说 既然建筑师跟营造厂是同一个团队 其实日本大部分的案子都是同胞 如果大家在互相尊重的一个基础之下 其实是可以变设计变改 比如说像瑞光色宰的话 其实我们刚拿到就很快的时间 把杂照请下来 然后请下杂照的时候 现场的连续壁就可以先动工 动工的过程之中 我们再陆续把督审完成 把建造完成等等 这样其实是省了大概半年的工期 那我觉得对于时间成本 也比较好控制 然后对于营造 他来投标 他已经自己有算过图 所以他其实对你的设计 如果有一定的信任的话 对他来讲风险值 也可以降低很多 所以这个其实是同胞的优点 那我觉得看案子的类型吧 如果是设宅 他其实是同一个模组 可以大量生产的案子的话 其实做同胞是 相对来讲是比较适合的 因为他其实比较没有 那么大的设计的自由度跟弹性 如果是museum 或者是那种比较需要 高设计强度的东西 其实做同胞可能就比较难 对 因为变成说从案子起始那一刻开始 就是你们就跟工程团队 要非常紧密的合作在一起 然后就变成说 其实同胞的好处之一的话 就变成说你们有很多的 可能施工上的问题 或者图片上未来要怎么够的落实 其实就是可以陆陆续续的 不停的讨论 对 建筑师在设计的过程中 也可以不断的咨询 构造上的意见 是 那你只要是合理 如果又好又合理 品质又好 我觉得这个是大家乐见的 是 那有点好奇 因为你其实刚才也提到 就是说这个设宅完工之后 其实也拿到了 就是设宅里面很高的荣誉 那后续这样子已经启用了 然后住户也住进去了 有没有听到一些 就是住户们的反馈呢 我是有听到有认识的人搬进去 我其实应该最近去问问他 感觉如何吧 我还没有真正去问到 对对对 不过我想设宅再进化 那我们最近也有新的设宅在进行 其实所谓第一版 第二版 第三版 其实我们都会不但找到 自己前一版的缺点 然后希望在下一代的设宅里面 让他做得更完整 是 因为设宅他其实 我觉得会变成是台湾未来的一种 就是住宅的很大量 很大量的需求 因为可能很多年轻人 到了不同的县市工作或成家 其实不一定有经济能力 去负担买一栋房子 那社会住宅其实就提供了 很大一部分的 就算是基本保障 让大家可以有一个 比较好的品质的居住环境 对 之前在看这种社会住宅的时候 其实就是会想说 好像整个平面上 好像比较缺少一些 就是那种储藏的空间 就可能就是跟我们自己 就是平常在 做住宅规划的时候 其实也一样 台湾比较不会有一个 什么储藏室啊 或者类似这样子 这个问题非常好 事实上我们在研究 我今天竟然把它说出来了 研究下一个世代的设宅 其实我觉得下一个世代的设宅 会比较像是 那个仓租公寓 OK 就是说你设宅 如果你能提供更多的 参储空间 你能提供更多的 洗晒衣空间的话 你的家里就不用去装那些设备 对不对 那你的家里就不可以 不用有那么多的储藏设备 空间就可以释放出来 作为真正的你生活的场所 这个是我觉得 我们下一个 阶段想推的事情 OK 蛮有趣的 对 确实蛮需要 现在大家又那么喜欢网购 中间其实对到处都是 对 如果有一个地方可以去收 然后如果让大家可以 同意去做实用的话 对 因为其实陆陆续续有看到一些 就是那种老建筑改建成那种 短期出租公寓 对 那种共享公寓 对 他们其实也都是把 就是这种生活的 很必备的机能 比如说像洗衣场 对 或是一些什么厨房空间 都集合在一起 对 然后大家就是在房间 就回归到最基本 就是一个住的空间 对 就是说你会来 有越来越多的公共空间 会有家庭的属性 嗯 比如说像公共的客厅 是 公共的厨房 公共的洗衣间 公共的厕所 之类的 那这样子你自己居住的空间 就可以越来越简单 嗯 我觉得这样子的话 可以满足 那个所谓的 那个设宅 那个所谓的家具 都是去买来放的 这样子的一个概念 你的空间可以慢慢 就是building 就是你 你所有的那些 那些家具 它可以跟 你的空间更符合 嗯 它原本想要的用途 嗯 尤其我觉得这个概念 还蛮好的 因为自己之前在美国 就是住他们的那种 village的时候 其实就会有使用过 其实那种空间 就会变成是 跟很多不同的flatmate 你甚至不认识 但是你就可能 通通时去洗衣服 对 然后你就会开始有互动了 对 就有办法打破说 像现在很多 就是大家就是 其实住社宅 就虽然说倡导说 彼此要更认识 但是其实你就 因为都回到家了 就门关起来了 不知不觉中 不管是宠物的 宠物空间 嗯 那还有那个 洗衣空间 是 参除空间 其实我觉得越来越多 就创造越来越多 人与人之间 沟通的机会吧 嗯 然后甚至不同世代之间 沟通的机会 甚至 瑞光社宅 它的那个一楼 有那个智慧超市 是 那智慧超市 我们甚至为了 那个智慧超市 多坐了一组电梯 那组电梯 可以直接通达 楼上的社区中心 这样全联的师傅 上去叫妈妈做面包 哈哈哈哈 这么酷 然后那个电梯 也通到地下室的 对外的停车场 就是他服务的对象 已经超过社宅本身了 这样子 所以我觉得这个把商业跟居住的事情结合 所有的任何的商业行为 也都是在寻找一个突破点 那这个突破点越来越多 然后每个地方都都烧起来以后 我觉得其实台湾的社会越来越有趣 是 那听起来的话 就是未来的那种物业管理公司的 管理能力要越来越强了 对 对 物馆 然后可能就是善用各种 那个族群 或者是商业机制的力量吧 是 听起来蛮有趣的 我很期待就是未来这种新型态的 社会住宅真的完工 然后跟他们 未来人住进去的时候 会如何去做使用 对啊 拭目以待 我相信以台湾的人民的智慧 台湾的物业管理公司 物馆公司 建设公司 还有那个建筑师跟营造商 我觉得那个合作的机制 可以让我们 那个第一代 第二代 第三代的社宅 就是越来越不一样 是 那其实刚刚我们就有提到是说 就是除了未关公司之外 现在的建筑物 其实也越来越只会 那我自己就在照里Google了一下 就有发现说 其实台北市都发局 其实也一直有在推动一个 智慧社区的住宅计划 那其实这样子 这种计划 也看起来影响了 不管像广司也好 或是瑞光社区 那有人跟我分享一下 像这样的计划是 如何去影响整个配置吗 其实那时候 那个林青蓉副市长 那时候就把那个 资通讯这一标 把它独立出来 其实变成说 在资通讯 在社宅的营运管理上 会扮演更多 更重要的角色 这个是有的 这个是有的 那随着住宅属性的不一样 跟因为我们的公共空间 也挺越来越复杂 所以其实我们可以利用 就是未来的资通讯设备 在未来营运管理上 做更多的事情 我们刚刚讲的很多 管理上的一些 可能会遭遇到困难的点 其实资通讯的设备 可以某种程度 帮我们解决这个问题 比如说像刚刚讲的 那个无人超市 它其实里面用的 一些新的一些概念 其实我觉得 对于未来人力的节省 其实是有那种 实验性的意味在 其实我也蛮惊讶 像台湾现在 很多的超市里面 这种就是 那种self check out 自住结账 其实还是蛮少的 对 没有很多 台湾海人还是比较喜欢 就是有人帮我们服务 这样子 有人帮我们装带子 不用自己在那边 逼逼逼 然后在地方带子里面 但相对起来 你去国外看的话 很多超市 可能就只剩下一两个柜台 是员工的 有啦 现在大润发开始有了 就是结账的时候 有另外一排 比较没人的 比较年轻的 就会去那边 自己就很快的 就出去了 对 如果你只是买 一两样东西的时候 其实你就会去 有那种 就是比较快 但是如果你是那种 一大蓝的时候 就想说 哈岚是给别人 对 所以这根究底 就是人性 就是文化的改变 是需要时间的 那那个情境 也要一起出来 这样子 是 那其实这一集 就我们反复提到 就是和谐很重要 那其实建筑师 在这集杂志里面 其实有分享到说 就是幸福感也很重要 那不管是让公司同仁也好 业主啊 或是使用者 都有幸福感 对 那这部分要如何去培养呢 因为大家都知道 事务所就是一个 厮杀的场域 不会啦 不会啦 其实 其实 幸福感 是很私人的事情 那它也是很公众的事情 那我觉得主事者 你一定要自己 要先找到自己的平衡感 那你找到平衡感以后 比如说你可以帮业主创造利益 我觉得任何一个事情 都是一个大家互相成功 互相成就的一个地方 那我刚讲的 就是聆听对方的心声 是很重要的 其实每一个年轻人都 眼睛都会放光的 你要知道 他想在什么地方发光发热 你要去想办法去 尽量让大家 做自己想做的事情 这样子 那台湾的事务所 难免就是很多 很多事务所 不知不觉 会开始就变成生产线吧 那 如果变成生产线 那长久以来 他一直在那样子的岗位上 我觉得人也会累 基本上我们尽量希望 就是说 事务所能有很多元性的案子 有趣的案子 就大家会有比较多的选择 那第二个的话 就是我们尽量去成全 每一个人 他想做什么事情 就尽量去成就他 那二方面 我觉得我们要对他提出 我们要对每个年轻人 提出挑战 当他觉得他今天来 他完成了某些挑战 我觉得 每一个今天都是最珍贵的 对 因为像年轻人 我自己觉得 我们大家其实都很喜欢 接受挑战 或者是被赋予 就是一个任务 这样子 因为我觉得做建筑成就感 其实就是来自于 就是完成一件事情 然后得到了 不管是建筑师认可 或者得到业主的认可 其实就会觉得说 很有那种就是荣誉感 因为我觉得 这算是建筑师 养成了一个 很重要的一个元素吧 对 其实我们也是从 那个基层原空上来的 所以我们其实很知道 其实人最害怕 在事务所里面害怕的事情 有几件事 第一个是过度加班 我觉得这个就跟主管 安排工作的能力很重要了 你不要让某些人太辛苦 就是大家劳逸要平均 大家就去照顾到 每个人的辛苦点 那第二个就是说 有没有人关心你 我觉得这件事很重要 比如说你今天心情低落 或者是身体不好或干嘛 就是你要知道每个人的状况 然后如果有的人稍微就是 注意你没办法集中 或者是说 就是要 其实基本上就要人带 就是要人带这样子 然后我觉得 怎么样让大家互相关心的传统 在一个事务所里面留下来 我觉得这个是 这个传统总是要有人起个头 让这样子的一个环境 这样的共同的愿景 越来越清楚 这样 那第二个就是要有一体感 那就是他 那个算是他的案子 那大家以那个案子为核心 那我们跟这个案子 未来就是现在的业主方 或者是未来的营造方 或者是未来的使用者 其实那个生命是一体性的 你要隶属于这个案子的 这个历史的长流里面 这样 所以你其实要在每一件 你做的案子里面 去找到你自己存在的价值跟意义 当你自己知道 你每天都在创造意义 跟创造一些不一样的事情以后 你每天的心情 是不一样的 对对对 你会发现你自己的重要性跟角色 然后第三个就是说 那个薪水不可以输人家 你去跟同学聚会的时候 哇听人家讲人家薪水有多高 这个不行啦 我觉得这个不好啦 我觉得这也是我想 说明白了就是每个事务所的老板 其实就是所有的老板的责任 其实你不能让任何人在物质上 精神上受委屈 我觉得 我觉得这里是这几年 我一直努力的目标啦 那我不知道 我自己做的还够不够 不过我觉得 我觉得是永远 只要是一家公司的负责人 你永远会希望就是 你这个团体会越来越好 成长作壮 这样子的话 我们才可以在这社会上 扮演更重要的角色 那确实就是 如果像这几年啊 陆陆续续开始出现了一些 工会的组织啊 或者是说 年轻人就开始越来越注重 自己的一些生活品质 那其实对于一些传统的 事务所而言 他们就可能就会 比较反感 或者是说就比较倍感压力 但是我觉得 这建筑这个行业 就是需要一段时间 慢慢的去调整 然后去适应不同的 世代的人的加入 对因为近时代的人 可能是这样的个性 在未来的世代 不停的会有心血 加入建筑的行业里面 对 那如何去让整个行业 是更友善 更多元 然后大家会很乐意的 去把热情投入 在这个行业里面 其实我觉得是 大家的事情啦 那我今天早上 其实跟我们 建筑时代聊天的时候 其实就有提到是说 就是如果每个人 都当成自己是一个圆圈 你把自己的圆圈 稍微外扩一点点 那别人每个人 都把自己的圆圈 稍微外扩一点点的话 其实彼此覆盖的 那个范围就越来越大了 那彼此其实做起工作来 或者就会更轻松 然后大家就会觉得说 更有这种就是一体感 那如果你把自己 每个都算一个四方形的话 然后就把自己 限制在这个四方形里面 然后彼此都 没有互相cover的地方的话 就没有那种群体感 大家就是分散的 其实就很难说 让大家就是变成 是一个一体性 然后一起茁壮这样子 是 没有错 对 这确实也是 就是建筑人课题吧 我想 其实我觉得未来的世代 跟我们这个世代 我们之前的世代 其实时代眼镜是很快的 很剧烈的 那我觉得过去的事务所 跟现在的事务所 最大的不一样是 我们会期待每一个人是 一个会有生命的 会思考有感觉的个体 那因为我觉得 我们现在已经扬起 那个生产线的过程 这样子 那我觉得在这样子的 一个新的世代的 经营管理的模式里面 其实我们蛮期待就是 像我们有同仁昨天去冲浪 或者是去爬那种很困难的山 是 或者是在家里带小孩 我觉得这些都可以让人充满了 一个新鲜的头脑跟创意 这样子 其实这个对工作是绝对有帮助的 对 因为我觉得人要维持它的一个新鲜 那个一个新是新鲜的 然后对自己是有感觉的 有感觉这三个字真的非常的重要 真的真的 因为你必须要有不断的生活刺激 你的设计才会被越来越升华 如果你的生活就每一天都是 就是在事务所里面看同一套图的话 太近的人就看不到物体的全貌 对 所以就是你要 有时候让自己稍微抽离一点点 然后你再投入到工作里面的时候 你就突然 你才会有那个新鲜感 对 然后通常我觉得 我自己心得 我发现结婚生小孩当爸妈以后 人的智慧忽然提升了好大一阶 你知道吗 我觉得带小孩是一个让自己快速成长的方式 所以我真的 我们公司生小孩同仁超多的 我们公司已经应该至少从创业到现在 已经有快二十几个宝宝了吧 我觉得这是让很多人很快的成长茁壮的一个地方 是 这句话我印象非常深刻 因为之前去老师的厕所打工的时候 你也说过一模一样的话 对对对 有差有差真的真的 嗯 但表示说老师公司也是个幸福企业啦 就有了让二十几个包包出身了 就肯定是你的公司是营运的很好 我发现我觉得我们公司的员工大概 心中大概百味杂成 嗯 就一方面我们理想是这样 可是有时候我们的业主对我们的 专业度跟我们的速度的要求 其实 其实业主的幸福要 因为我们毕竟是服务业嘛 我觉得这个服务的点要先到位 嗯 其实要一开始要年轻人一进来 然后就到位 其实不容易 真的真的 真的不容易 那他变成自己要付出 然后有很多时候就是 我们讲话可能也不中听 是 可是二方面其实他也知道 我们其实是为他好啦 就是我们不希望说将来 我常常讲说 哎 那你将来出去你要当建筑师的人 你不能一直 拉我在你旁边当顾问 是 对不对 对不要说什么 所有的事情不敢做决定 就一定要回来 一定要回来 不是禀报 是把问题丢给我 哈哈哈哈 不是说现在的小孩子啦 其实我觉得 那个从过去到现在一直是这样 其实我觉得不敢承担 嗯 一直是人生命中一定会碰到的阶段 嗯 那或许就是为什么 就是有生小孩之后 你就会比较有肩膀去 对啊 因为你不得步啊 对 你没有办法再逃离了 你家中有一小 他要哭就是要哭 要饿就是要饿你 你又不能当作他不存在 真的真的 对对对 那其实这集节目跟老师聊聊得很开心 哈哈哈哈 对啊 因为其实就可以看到很多面向啊 就是不管是在经营的方面 或者是说在 对案子的执行方面 其实都还蛮有特别的见解的 那相信听了这集的听众 一定会很有收获 希望如此 对 好的 如果你对本集讨论的内容有兴趣的话 非常建议购买本期的台湾建筑杂志 在伯克莱 成品等网络书店都可以买到 那也可以在UDN的读书吧 购买电子书的版本 当然 如果你想要每个月收到热腾腾的杂志的话 马上订阅台湾建筑杂志 是最佳的选择 马上Google搜寻 台湾建筑报杂志社就可以订购咯 那11月的台湾建筑 又会带来什么样的内容呢 就让我们敬请期待 那我们在节目最后 再次谢谢萧建筑师来到我们节目中 谢谢博相 今天很开心 谢谢 拜拜 那我们下周一见